我们看到说这几天的这个风向上面来说的话 针对吴欣委员的这样子一个副总统候选人选 还是有一些风向出现 怎么说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啦 就是说包含了吴欣出来之后啊 这个其实相当的玩偶就觉得说 这个男女配那有一个这个互补性 又有国际观的组合 看起来就是见识赖销配 所以赖兴德是不是真正对手看起来呢 还是绿白阵营之间的一个互相较量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相关的分析 包含了说这个组合这个男女 我们刚讲到男女 而且具有国际观的组合 其实是相对比较能够吸引中间选民 而且吴欣也比较符合所谓中生代的交替的形象 那当然年纪上面的话 45岁上下也是比较年轻一些的 我觉得现在其实都是试探阶段 也就是因为副手 就是其实三家的副手也都才刚形成 除了消美情势大家早就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要拖到这么晚才出来之外 其他我们都是包括赵岳康 包括吴欣宁都是刚出现 所以一方面大家也要也在观察 观察到底有哪一些点好打 那吴欣宁我认为不会针对这些东西 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说了 他们别人去得罪财产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其实你越打 大家你知道现在社会上大部分对吴欣宁 是听过这个名字 星光公主可是有点陌生 对他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你如果是一轮动员媒体猛打 不是反而是助长吴欣宁的能见度 对所以这样是一件好事吗 我认为绿营跟蓝银他们这些人 他们也选战经验也都很丰富 正常的不会做这样的操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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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